由县政府筹备多时的国际广场完工启用后 澎湖县政府公务处特免费提供100份滑草板 4点半发的滑草板 民众2点多就前往排队 很快的在3点多号码排100位就被索取一空 这是澎湖的第一座人工草皮滑草场 很适合小朋友滑 安全又舒适 好天气适逢星期三小学生上半天课 吸引许多由大人陪同的小朋友到场 来体验滑草乐 上去哦 好 你要 这座滑草场 加上其他设施 共花费500万元 许多带小朋友来这里的家长都说 澎湖就应该多建设这样的地方 但安全问题还是要顾虑 这里做这样子的设施你感觉怎么样啊 好 应该是澎湖最好玩的地方啊 是哦 是不是该多做 多做 设施是不错的 很好啦 但是我们平和监水要注意啦 好好是 这都要一周就要顺一周嘛 不然你们要担心 然后孩子 要踏顺啊 对 要希望大人带孩子来 我们就要倒顺 要注意啦 要大人要倒顺啦 公务处长薛文堂表示 县政府一直希望能扩充国际广场内部设施 让广场成为油气热区 继儿童游乐区后 利用既有的地形 设置了人工草皮滑草场 让小朋友体验不同于溜滑梯的乐趣 国际广场 我们在大概前年的时候 整个都来开放 那清子油气区的部分 有人反映说 现有的一些相关的油气设施 确实是比较少 那所以议会有建议说 是不是在增设 那所以我们去年开始来 考虑到说一些使用 还有一些互补的作用 那我们经过访查 我们希望说能够 带个更多样化的一个 设施 那是我们引进了一个滑草场 这个滑草场目前在全国大概 只有完成两座 一座在新北市 一座在嘉义市 那所以 但是在澎湖我们是第一座 这是澎湖的第一座 人工草皮滑草场 公务处会吸收经验 让游乐设施更完善 欢迎大家到场同乐 记者陈荣誉报导 我从叶愉山的时候 好像看到这个滑草场 那就是 F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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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